我们的年轻人都选择一个状态的道路 因为国际媒体和国际媒体 他们是自由战争 但当状态的状态发生 他们立即表示状态是不接受的 你希望说向国际社会传达出来一些什么样的声音呢 就是真实的声音呢 近日 一段香港青年林林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5次会议上发言的视频 受到很多人关注 作为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 香港特区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 林林在香港接受中心的专访时强调 自己会尽一切努力 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香港 2019年夏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风波席卷香港 激进示威者占领城市要道 包围警察总部 冲击立法会 暴力行径不断升级 在这期间 林林注意到 有些国际媒体一直戴着有色眼镜 不断美化示威者的暴力行径 对香港警察有很多拼颇的报道 甚至是炮制假新闻 当时大家也知道 CNN那边做了一个video 是被明显修改过的 就是说示威的人士向警察投燃烧弹 但是他把video倒过来播 然后大家是看到是警察 往示威人士丢汽油弹 任何香港人都看到是不可能的事 但他不经查证就弄出去 然后就说香港现在好像水深火热了 香港警察是真的已经很温柔了 如果跟警力来讲的话 他们很早的一些动作 他们已经可以拿枪出来 但他们并没有 你在说我们香港警察暴力的时候 你们的那些警察 那些那叫什么 人家是an arm 人家已经给你压在那了 你还要给人射几枪 那是什么回事 黑豹笼罩之下 部分香港反对派人士 一面调缩香港青年走上街头 一面在国际社会伪装成弱者 要求西方国家干预香港事务 这让林林感到愤慨 他不仍看到 香港主见了为某些西方政治势力 制衡中国的棋子 所以决定发挥自己的力量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多次发声 阻止一些西方政客 对香港警察的污蔑 和对暴力行径的媒化 社会风波持续一年后 香港终于迎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力 香港国安法 林林欣慰地看到 社会逐渐恢复平静 一些反对派人士也已改口径 声称从未支持过港独 他希望未来特区政府 更加注重培养年轻人的国家观念 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 让年轻人加强对国家的认知 我觉得推广方面 真的是要做细一点 像抖音的一小短片 有些是解释法力 也是解释比较清楚的 那种那种方法去做 我觉得现在 大家喜欢去YouTube看片 大家喜欢去Facebook看片 大家喜欢去抖音看片 那就用这种方法 ICULTURV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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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